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一对考古人员在山东省济宁 发现了一处明代墓葬 这墓葬当中的陪葬品 非常的丰富 其中的一件饰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件饰品是由黄金打造 上面镶了大约三十多颗宝石 形状各异色彩归类 其珍贵价值字不用说 但更吸引考古人员目光的是 在这些宝石当中 有一颗与众不同 你看 就是这个 它通体绿色 上面有两条明显的白线贯穿其中 看上去和猫的眼睛十分相像 因此它被人们称为是猫眼石 据资料显示 在全世界范围内 猫眼石都极为罕见 然而在河南省夜县 长久以来 却一直都有关于猫眼石的传说 据当地人说 它们那里的猫眼石 不仅与猫的眼睛更为相像 而且密密麻麻地分布在 一块颜色鲜艳的红色巨石上 那么夜县的猫眼石 究竟长什么样呢 它们是否也是一种罕见的宝石呢 夜县位于河南省 隶属于平顶山市 距离省回郑州 约130千米 为了解开与猫眼石有关的谜题 地理中国考察组 随同地质专家 前往夜县进行考察 在夜县县城考察组看到 城中有多处古代建筑 向导介绍说 夜县已有2000多年历史 境内绵延的储藏城遗址 以及多座兼具屯兵 防御功能的古战 都印证着夜县昔日重要的战略地位 走访调查中 考察组得知 在夜县县城西南 约25千米处的刘东华村 曾经有药农 捡食过一些猫眼石 于是 一行人跟随向导 来到了药农家 老相你好 得知考察组来意 药农刘师傅说 他每个月都会上山采药 偶然间在山中捡到过一些猫眼石 在他的指引下 考察组看到 墙根处的几块石头上 竟然有抑郁之汁的眼睛 我看咱们这个院子里边 这个石头还挺奇特的呀 它是猫眼石 猫眼石是吗 为什么叫猫眼石 因为它像个眼睛 这像一个猫的眼睛一样 确实很形象 很像 大的小小都有点眼 只见这些石头 大小形态几乎一致 红色的石头上 有一圈近似圆形的白斑 像是睁大的眼睛 其中 有的白斑上 还分布着更小的红色斑点 犹如瞳孔 看着这些石头 考察人员仿佛在和长了眼睛的石头对视 显得奇特而神秘 您这些石头都是在哪儿捡来的 玩意上一种 噢 当时是怎么发现它们的 头外表有嘛 实际上都现在有 其中的油 越快里都要 药农告诉考察组 猫眼石所在的位置 距离刘东华村 虽然只有两三千米 但是路途却颇为艰险 不仅要翻越一些巨石 而且还要进入一条数十米深的沟谷 根据耀农刘师傅的指引 考察组驱车向歪头山行进 随着逐渐远离村落 一片秀丽的山野风光呈现在大家面前 与此同时道路也越发崎岖 十几分钟后 前面的车突然停了下来 师傅咱这车是由于山路不好 是报台了是吗 报台了 报台了 那是乱乱卦了 卦了是吧 是 司机告诉考察组 如果继续驾车前行 极有可能出现意外 于是考察组决定徒步前往歪头山 大约半个小时后 向导说歪头山到了 只见不远处有一座山峰 其顶部一侧是垂直绝壁 另一侧则为缓坡 远远望去整个山体是倾斜的 通过观察 随同考察的地质专家苏德辰 找到了歪头山的成因 苏德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国土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常年从事地质科考及科学普及工作 我们的这个歪头山靠近悬崖峭壁的这一侧 实际上是被断层切断了 这个岩石下边掏空了以后 上边脆的那些个聚厚的沙岩 一点一点地去崩塌 然后形成了这种不对称的 在某一个角度上看 它一个向西侧歪着的一个 叫做歪头山 沿着陡峭的山市 一行人开始向歪头山高处行进 脚下杂草乱石密布 行走起来非常困难 对 不多久 一块突出山体的岩石 引起了考察人员的注意 它那个石头为什么大大小小的包在一起 岩石风化波石以后破碎 被河水带到河床带到海边 我看这里里边有很多小石 它是圆润 有点像河里的那个鹅卵石 就是过去的十几亿年以前 河里边的鹅卵石 过去的海滩 河滩 在地上作用下 还生建成高山 建成高山以后 又经历风化波石 你才看的 还把这些个又露出来 苏老师说 这种石包石景观的出现 意味着歪头山这片区域 在地质历史时期 曾经是海洋环境 那么 位于同一区域的猫眼石 会不会也与海洋环境有关呢 带着疑问 考察组继续向山中行进 随着逐渐进入歪头山腹地 植被越发茂密 考察组虽然有指南针指引方向 但歪头山面积广袤 某眼石又位于哪里呢 就在这时 考察组遇到了一位 正在林中忙碌的老人 老乡 您好 您这是在砍什么呀 砍竹竿 砍竹竿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砸扫帚 砸扫帚 这个树叶 竹叶有用吗 我去活 竹叶茶 拌活 这拌活 让考察组感到好奇的是 竹子通常生长在南方 而叶线地处北方 为何会有大范围的竹子生长呢 就正好是南北气候带 南方的竹子 在咱们这个 你看这作物呢 好像是以北范围 如果要不进山的话 对对对 一进山里边 是真正的原始的作物 那个平原的那些个呢 它都已经是开发的 这是保留了原始的这个植被生态 南方的 北方的 在这个地方聚集 我说就是下的有这些 得知考察组在寻找猫眼时 老人说 竹林后面有一条沟谷 谷中有十多个水潭 其中最后一个水潭 颜色鲜红 艳如胭脂 当地人称其为胭脂潭 他曾经在胭脂潭附近 捡食到两块猫眼石 得知这个消息 考察组决定前往胭脂潭 去碰碰运气 进入沟谷后 考察组发现 这里乱石密布 有的高达数米 犹如巨屋 大家只能消互拉拽 才能勉强通过 你咋爬呀 不好爬吗 不好爬 这沟路 那边上面一个人拽着下边 好爬 你要是从上晚下来 不好 谢谢 这块这个巨石 比咱之前见到要大多了 而且就是每个都相互支撑的落在一起 这是巨量的这些个大型的巨石 刚刚堆积到这个 这个斗崖底下 最集中的一点 几十吨上百吨 甚至几百吨的这些巨石 然后互相又支撑 支撑起来呢 它下边形成了很多空间 更是上边的流水的一个通道 真是挺便宜的 翻过密集的巨石 道路逐渐变得开阔起来 植被也越发茂盛 突然苏德辰老师有了意外发现 可以看脚下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当地老乡说的猫眼石 猫眼石 像这一颗我感觉还真的特别圆 好像就是用圆规画出来一样 这是非常非常圆的 就能看出它的立体 它往下去了 就是从高到低 已经有几毫米的厚度了 我再一会把它从中间劈开试一试 切开 它下面也是这种颜色 对 所以原来标准的话 最标准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圆球 不标准的呢 就是椭球 咱们平常都是看面 看一个斑 你要把它一切开 立体的就出来了 它就是来自于这个颜色 考察组看到 猫眼石被敲开后 其内部也有白色圆斑 专家说 这意味着猫眼石不可能是人为制成 而是大自然的产物 至于它奇特图案的形成原因 还需要对猫眼石集中出现地 以及周边地貌环境进行考察 才可能找到答案 沿溪流而上 不多时 一网色如胭脂的水潭 出现在大家面前 而当考察人员将潭水捧在手中 却发现潭水非常清澈 并不是红色 那么胭脂潭为什么看上去 会呈现为红色呢 考察人员将水下摄像机放入潭中 只见潭底的岩石色如朱砂 在观察后 苏老师解释说 胭脂潭的潭底和岸边 都是红色泥岩 潭水本身清澈透明 因而看上去色如胭脂 考察组在胭脂潭附近 进行了仔细搜寻 只是发现了几颗灵星的猫眼石 并没有找到猫眼石的集中出现地 专家分析 这些灵星的猫眼石 很可能是山体坍塌或水流搬育而来 其母岩所在位置 仅有可能在歪头山海拔更高的地方 那接下来考察组又该去哪里寻找猫眼石呢 疑惑之际 恰好有几位药农来到胭脂潭取水 得知考察组正在寻找猫眼石 他们说不远处有个叫半拉井的崖壁 下到崖壁下方再前行几千米 就会看到一大片红色岩石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白色斑点 犹如一只只动物的眼睛 药农的描述与之前传说猫眼石 密集出现地十分相似 于是考察组根据药农的指引方向 赶往半拉井 然而令考察人员没有想到的是 半拉井竟然是一处 深达数十米的悬崖绝壁 在没有专业工具的辅助下 考察组根本无法到达崖底 于是考察组联系了平顶山市的蓝天救援队 双方会合后 决定在半拉井实施岩降 行进了大约两个小时后 考察人员终于来到了半拉井的悬崖顶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容易导致下降者处于悬空状态 进而导致危险的发生 在救援队的协助下 考察人员开始进行演讲 黄磊提醒大家 尽量不登踩到正在渗水的崖壁 以免脚下打滑撞到岩石上 等下降到崖壁的凹陷处时 由于踩不到崖壁 一名队员失去了重心 黄磊眼疾手快 迅速抓住了正在下降的绳索 稳住了队员的重心 最后在他的指导下 队员开始一点一点地向下挪动 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崖壁凹陷处 我们从这个位置往上看 这个斑拉井的这个形状 还是老乡们描述的 还是非常形象的 从这个位置 它的豁口是开出去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半圆形的形状 我们看到这个岩石 它被两边的流水侵蚀 也是一层一层的 队长我们有一半了吗 有一半了 有一半了是吧 在下降的过程中 考察人员注意到 岩壁上有一个向内凹进的洞穴 我这边看呢 因为有上面不断流水流下来 特别像一个小的水帘洞一样 在对周边环境进行考察后 地质专家苏德辰 找到了半拉井的形成原因 我现在呢 就已经到了这个半拉井的这个井底 实际上我们这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巨型的一个弧穴 这个弧穴的高差正好是50几米 苏老师继续解释说 考察人员之前看到的水帘洞 实际上就是这个巨型弧穴的 一个形成过程 流水顺着岩层的裂隙 不断侵蚀冲刷 裂隙由小变大 由浅变深 形成了一个个水平的小洞穴 这些洞穴在发育到一定程度后 因为重力作用降下坍塌 最终形成眼前的巨型弧穴 虽然半拉井现在并没有积水 但沿用中几只螃蟹的出现 说明在雨季时 这里的水流很可能非常充沛 甚至会形成颇为壮观的瀑布水潭 通过了最为艰险的半拉井 考察组继续前行 翻过一处小山坡后 考察组的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绿色草丛 根本看不到猫眼时的踪迹 于是摄影师将航拍机升到了空中 其他人则紧紧盯着屏幕 随着航拍机在四周不断搜寻 一处位于崖壁上的红色岩石 出现在了回船的画面中 看来这就是传说中那片猫眼石了 大家加快脚步来到了猫眼石的近前 考察组注意到 红色岩石上 除了圆形犹如猫眼的白色斑点 还有许多形状不一的白色图案 通过仔细观察 苏教授认定 这是一块泥岩 之所以为红色是因为含有铁元素 看这个 连平面再立体全都有 它是岩石的危险的裂器 稍微酸性一点的水 把这个岩石里边的皮带走 然后留下来它的颜色 随后苏德成在附近 找到了一处纵向切割的岩层 苏老师继续 据解释说 这块带有铁离子的红色泥岩 是在海洋环境中形成的 海水褪去 抬升到地面 而之前在岩石上看到的圆斑 最原始的样子并不是平面的 而是一个球形 在偶然的条件下 岩层中产生了性小的裂性 或是带有小颗粒 在淋绿作用下 带有酸性的水便顺着裂性 把岩石中的铁离子带走 久而久之便会形成白斑 苏老师告诉考察人员 某岩石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 像这样大面积出现 更是极为罕见 大约两一年前 夜县所在的秦岭大别山一带 许多埋藏于地下 几十千米深的掩体 开始大面积抬升 出入地表 据此 苏德成老师推测 这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构造运动 打造的很可能不仅仅是猫眼石 在这片山栏沟谷中 很可能还有许多未知的自然景观 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就在考察组返回驻地的路途中 山岭间的一段断壁残垣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在春秋战国时期 它那个时候没有转 所有的乘枪都是转 都是势头和突航搭起来 专家说 现如今 夜县境内不仅保存着 储长城遗址 还有众多兼具屯兵 防御功能的古寨 这些都印证着 处在叶异观重要的战略地位 绵延的储长城屹立至今 千年雅跃也在不断回响 夜县这座千年古艺 不仅演绎出华夏文明的 永远雄魂 它独特的地质地貌 也因这里的山水人情 有了更多色彩 虽然夜县的猫眼石 并不是大家通常认知的宝石 但在地质专家眼里 它们同样如宝石般珍贵 因为这一块块石头 记录的是亿万年的地质变迁 浓缩的是地球演化的历史 现如今 夜县当地的相关部门 已经开始对歪头山上猫眼石 跌层石等地质器官进行了保护 希望让这方山水 成为人们了解地球的一个窗口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